大家好,我是小河,欢迎大家观看QT入门视频教程第15节 这一节我们继续来学习QTreeWedgetClass 然后接着上一节没有写完的例子,然后继续写 首先我们还是来跑一下这个应用程序 这里我们已经将这个应用程序的界面已经写好了 不好意思,暂停一下 这个界面呢,我们只是将界面的东西 然后做好了,现在呢就需要来完成右键弹出菜单 它的两个功能,一个是添加和一个删除 还有一个就是右边这两个label 然后我们改变这个鼠标焦点的时候 然后它呢就能获取我们当前树心空间它的一些信息 这个功能呢也要写 现在呢我们就先写一个设置label获取树心空间的一个功能 首先呢,首先呢还是添加一个潮汉树 潮汉树的名字啊,我们就取一个onsetlabeltext 来看一下qtreewidget它的一些信号 我们看一下用哪一个 找到qtreewidget然后再找singles 然后呢,它有这么多信号 我们看一下用哪一个 itemclick,我们先试一下这一个信号 绑定 这里呢,参数我们传,我们的操汉树的话也把这个参数也用到参数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信号和潮汉树它的参数是一定要匹配的 如果不匹配的话绑定是会失败的 然后这里加了qtreewidgetitem它的一个投文件 再把长按数写过来 然后添加长按数它的实现代码 然后添加长按数它的实现代码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长按数绑定有没有绑定正确 打印一下 如果绑定称之后的话 我们点击数据空间它的item 然后就会输出这么一个信息 这里呢,忘了加qdebug它的库文件把它包含进来 然后重新编译 运行 现在我们来点击这个输行空间 可以看见这里的输出窗口是在变化的 说明了我们的长按数绑定是绑定正确了 看一下这一个label叫什么名字 这是school label school label和class label 这是我们要设置的两个label 然后呢,来判断一下这一个item 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判断它是指向还是顶层的 也就是说看它是否有parent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的school label 那我们的school label 就设置文本设置为它的parent的文本 设置 也就是首先是获取它的parent 它上面的文本 然后设置到这一个label上面 并且呢,class label就设置 获取这一个item 这是指向获取它的文本 然后设置上去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效果 也就是有副项的话 我们做一个设置 可以看见这里我们选择是一个指向 然后school label 获取的是顶层的label 顶层的item 然后这一个class label 获取的就是一个指向 然后我们选择顶层的 这里是代码还没有写 它的处理代码 如果有parent的话 我们是像上面那样处理 否则的话 我们就设置school label 我们就设置school label 然后没有选择学校 我们就给一个提示信息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Ded lot choose class 然后看一下效果 这里还有什么功能 这里我们选择顶层菜单 然后学校的话是显示出来了 然后班级的话 由于我们没有选择底层菜单 所以这里就显示Ded lot choose class 这么一段文字 然后这个label的功能就算写到这里 所以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是看一下 这里还有什么功能 添加学校添加班级 然后添加首先还是写草案数 然后添加班级 然后添加班级 添加旋wie 添加班级 这个快捷方式 这里要写一段注释 添加学校 添加班级 其实写注释也是挺好的一个习惯 然后我一个同事每次看见他写代码 一个函数可能注释的话 可能就有三四行的样子 反正把将函数的参数 还有怎么处理什么作用 全部都写上去 其实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挺好的习惯 然后我们后期如果来修改代码 或者是读代码的话 就会方便很多 然后这里我就简单的写一下注释 因为它的功能也非常简单 然后添加学校的话是通过菜单来实现的 所以呢 这里需要将action和我们的超乱数绑定起来 首先collection 然后找一下添加学校的这一个action 然后如果它触发我们就执行我们的超乱数 on add score 然后添加班级这一个action 让它作为sender 再用它的trigger信号也就触发了这一个信号 然后我们就执行我们写的超乱数 添加班级这么一个超乱数 最后呢是删除 啊 其实呢第三个参数z4 是可以省掉的 如果不写的话 默认就代表当前这一个类 这里呢是啊 删除的参数 我们还没有声明写一下 删除操作 添加它的实现代码 删除学校 或者是班级 然后继续来绑定信号核潮 接下来就是写天交班级代码 打印一下 看一下这一个函数 是否被触发 这里呢也打印一点信息 然后添加班级 然后添加班级出发的话 添加学校我们呢就首先定义一个空吹 微吉他 爱特 这个呢就是 是 然后 然后 我们 然后 看看 我们来看一下帮助文档 我们使用它里面的一个接口叫getText 把代码缩小一点 跑到哪里去了 getText 这里拷贝这一段代码 也就是我们添加学校的时候是要输入学校名单 我们就弹出一个对方框 标题呢就叫input score name 然后下面显示的文本就是score name 这里默认的就什么都不显示 这个ok呢就是说应该是判断是否获取成功 操作是否成功 然后判断文本是否唯空 不唯空的话 我们再来进行下面的操作 也说定义一个竖型空间 然后给它设置文本 定名列 好这就是text 这个text我们改变一下它的文字 给它取一个 score text拷贝一下 这样呢我们就已经将添加学校做一个代码写好了 编译一下我现在右键点击ade 现在这里呢打印了我这里一个qdbug 输出了这一段文本 然后比如说我们添加学校的话 就5号score看一下 这里就添加了一个顶层的菜单 然后它是没有子菜单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添加 好然后再来添加班级 添加班级的话就是选中哪一个学校 然后就在它的下面添加班级 也就是说呢要获取当前我们光标所在的item 有这么一个接口 current item 首先呢就判断这一个current item是否是有效的 如果是有效的话 我们才向下进行判断 这里呢先处理 如果是无效的话 我们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一下include q message box 那这里弹一个对话框出来 这里我们就information 这一个是我们常用的 然后就说第一的lot choose score 最后呢退出 最后呢退出 否则的话我们就来 判断判断什么呢 如果是这里呢 如果是这里呢就说不合法的话我们就已经退出了 然后再来看它是否有parent 如果有parent的话我们就还是谈一个对话框出来 这种代码拷费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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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class name 这个文本也修改一下 这里是 然后呢定一个q吹 微级的爱团 怎么取名字呢 就要class item 然后6一个 然后 它的parent的话就是corrent item parent 然后是给它设置文本 这两文本呢就是我们获取class text 这里呢就说选择的是指向 这里呢就是来处理选择的是顶层顶层的item也就是说呢是选择的是学校 这里呢就是选择的是班级 我们先还是来测试一下这一个有没有写正确 首先呢选择班级然后添加班级class name比如说金牛 然后 确定 然后可以看见这里添加班级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选择顶层的话就直接弹出这一个对角框来获取 所以选择的是顶层的话就直接在它的下面给它添加班级 这里代码没有对齐一下 这里呢 这里呢它的parent就该换一下了 就直接是困大一场 然后运行一下 比如说我们新新加一个学校 五号 然后给它选择顶层添加班级 五号class one 可以看见现在已经给这个学校添加了一个班级 这里呢添加功能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然后呢就是删除 删除的话还是获取当前用户选择的item witchititem 这里不是6 而是从界面获取来的tree 用这一个接口 然后呢判断这一个困的item是否是有效的 如果是有效的话我们才删除它怎么删除呢 tree widget.take 这里删除的话也是存在删除班级和删除学校 如果选择是底层的话我们就是选择删除学校 这里我们先判断一下它是顶层还是底层 如果它有parent的话说明的就是底层 我们就可以直接删除它怎么删除呢 有没有remove这么一个好像已经忘记了怎么来删除 看一下qtree widget它的接口放大一点找一下remove看一下有没有 然后remove没有 看下take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删除顶层的 我们删除不是顶层的 其他有的怎么来删除了 其他有的怎么来删除了 找一下 好像没有找到 final child它只有这一个 再来仔细看一下 应该是有的 不是take吗 应该就是remove 但这里只有take top level item 也就是删除顶层的item 也就是删除顶层的item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删除的是底层的 不是顶层的remove也没有 这个怎么做呢 看一下先前写的代码 这里忘记了 这里有删除 直接有一个remove child 怎么没有我没有找到了 再来看一下remove 看它是 它是qtree widget item的接口 刚刚找出找出地方了 remove child 这里有一个接口 我把放大一点 删除给定的item 删除给定的一个子的item 也就是它的指向 这里呢我们就来删除 怎么删除呢 tree widget点remove 不是remove 当前它的它的parent 来删除它的一个指的 也就是current 烤下来 这个关系搞清楚 也就是先获取它的parent 然后再通过parent来删除它 这里也就是我们选择的是 这里也就是我们选择的是 班级如果选择的是学校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tree widget 它的一个take 也没有take top level item 然后直接将它删除 来运行一下我们的程序 有问题 编译问题都不是问题 这里看一下它怎么提示 这里参数看一下它参数应该是参数类型 我们不匹配 这里要参数的是要一个索引 一个整形的index 所以呢我们这里不能这样搞 先获取它的索引 index of top level 然后呢是 然后呢是 这一个 通过这样呢我们就能获取它的一个索引 再来通过take top level item来删除它 运行 然后我们来选择一个学校 试一下 删除 很遗憾没有删除成功 再来删除一个班级 班级也没有删除成功 这是怎么搞的 来看一下我们的潮的绑定 也是没有问题 参数好像是参数不匹配啊 来加一个 但是潮好像是出发了的 我刚刚看见有输出的信息 哎呀 这里 加错地方了 第一 这是怎么回事 烤上去 删掉 然后再来绑定的地方 应该是绑定成功了 只是说写的有点问题 重新来跑一下 我们 再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不行的话就打断点来调试 第一 第一 L 很明显是没有出发的 比如说我现在 点了它 但是呢 这一个QD bug都没有进 看一下这一个潮的绑定 啊 这里信号用错了 好 吹个儿 刚刚写的有点快 重新来 然后选择一个学校删除 将学校就删除掉了 然后再选择一个班级删除 也可以删除 然后全部删除 然后全部删除 再来试一下添加学校 比如说 进流 进流 这样我们就添加学校添加班级 就class 1 这里就添加班级 删除班级 删除学校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一个应用程序的所有功能 我们就已经一步一步的把它写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学了哪些东西 首先就是样式表 来总结一下吧 先找接口吧 我们这里面也用了很多接口 叫set header label 这个呢 这个呢 是设置 吹 塑形空间 它的header 信号的话也用了很多 再来找我们用过的接口 关于吹 它的接口 parent 这些太简单了 这里也比较简单 remove child 这个可以记一下 也就是删除 当前item 它的指向 然后还有一个tick top live item 这一个呢 这个呢 这个就是删除顶层的item 也就是它存在指向 然后就是index of 这一个 还用了什么 接口的话 关于tree widget 它的接口就用了这么多 然后还有设置样式表 这里我们也学习了 学习了 set stylesheet 样式表 看一下 还需要哪些 菜单 弹出菜单 右键弹出菜单 右键弹出菜单 差不多就学了这么多 还需要这一个程序的朋友可以 加我们的qt视频学习交流群 然后我可以把它共享到群文件里面 然后你们就可以获取 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观看